新聞大白話年度破關解任務 任務一 訂閱新聞大白話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任務二 小額月費加入新聞大白話的會員 用行動支持優質節目 讓我們一起監督政府 最近大家都覺得 錢越來越不耐花 因為什麼都在漲價 加油也在漲價 然後電價 感覺上面接下來也要漲價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官員只有看 只有官員看不見通膨 人民都感受到通膨了 油價連5漲955千汽油 已經到了31.7塊 創下7年的新高 而且現在學者還非常的擔憂 就是說如果接下來 我們都是要用這種天然氣 或這種藻礁發電 或者是用什麼太陽能 綠電 那到2025年的話 每戶恐怕年攤月費 大概要到3萬塊錢 而且還不包含夏天恐怕會更高 如果接下來燃油燃氣的比重是50% 燃煤是30% 再生能源是20%的話 他說接下來我們這個電費 非常的可觀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 現在連這個勞動基金 都已經因為通膨的關係 出現單月大虧1000多億 所以這個通膨都在眼前 世界各地都感受到通膨 難道就我們的官員感受不到嗎 央行在講 就是10天內連講了兩次 22號告訴大家 國內的物價穩定 請民眾放心 到了29號又講說 我們台灣長期處於低 而且穩定的通膨的環境 所以現在在台灣 大家應該不會覺得 有通膨的感覺 就連這個主計獎都告訴大家 蚵仔蜜薯是20塊錢 雖然跟大家的感受非常的遙遠 還有我們的經濟部長美花 他是看到報紙才知道物價漲 但是我們這樣的官員 就是在管我們的這些經濟 重要的一些命脈的決策權 你們都感受這麼遲鈍 那我們人民該怎麼辦 國際通膨的狀況 看到經濟週報講說通膨來襲 各國的央行轉英 還有費得要被迫提前升息嗎 還有美國的第三季 經濟成長大不如預期 就是因為停滯性的通膨 風險已經浮現了 還有歐元區的通膨 也創下13年的新高 就是因為去年疫情的關係 所以各國都是大撒幣 紓困的情況下 所以現在這個通膨 已經是來襲 在反鋪各國的經濟了 所以現在大家 最直接民生的感受是什麼 在這個地方 我們稍微整理一下 你買的家電 大概就漲5到10% 本來5千塊變5千5 或者是本來1萬塊變1萬1 就是大家很直接 你如果你要換家電的話 馬上就是感受到漲價 或是你要吃泡麵 到月底的話 不好意思 你的荷包恐怖 還要選便宜的泡麵 因為知名的泡麵 已經漲了從53 變成將近快60塊 你煮個火鍋 接下來這個冬天 煮個蛋餃 也是漲10塊錢 自入餐一菜一肉也要95塊錢 那我們這樣子薪水也沒有再漲 蔡英文告訴我們說 去跟你的老闆講 講說要加薪 講完後果是什麼 台中這邊有一個男子 抱怨薪水低 遭到虐打之後塞後車廂慘死 怎麼會這個樣子 當政府都不幫我們出一口氣 當政府都沒有辦法協助人民 度過生活的難關的時候 我們真的照著蔡英文的話去做 你們要自立自強 自己去跟老闆說 竟然還遇到這樣的狀況 當然這可能是特例 只是人民面對到的物價漲價 這是非常直接的 可是我們薪水沒有在漲 政府卻告訴我們說 沒有通膨 亮哥 這個通膨 台灣是暫時被壓抑 因為我們的油電是管制價格 美國事實上油價大概 我看已經大概漲了30%以上 這個當然就立刻傳遞到所有物價 是 我們台灣現在是從糧食開始 逐漸一定會延伸到其他地方 比如說中油跟台電 比如說那個誰 我昨天就看到朱澤民 他這邊強調說 今年的CPI不會超過2% 今年只剩下兩個月 拜託好不好 明年第一季 明年的第二季 所以明年的上半年才是關鍵 明年一定暴漲 我跟你講CPI 我們的消費整個物價指數 因為我已經有很多朋友在美國 他就跟我講 他說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每天這樣買菜 就已經覺得同樣的錢 大概只買到原來的3分之3 對 所以已經漲25%了 你說那個東西不會傳遞到你的物價 第二個就是房租 因為我們台灣的房租也是管制的 因為這裡面有幾塊 就是構成我們那個通貨膨脹指數的大宗 第一個就是油電 就是我們最常用的人員 第二個就是房租 就房地產 房地產價格台灣確實跌得 是漲得很慢 還有第三個就運輸 運輸跟電信 這三塊美國全部都一起漲 全部都一起漲 我們台灣我覺得是有點落後 可是早晚一定會出現 因為錢實在太多了 因為有人一直印鈔票 然後疫情不是紓困 錢也一直印對不對 然後你後續 後續一定會都會反映在物價上 美國現在就已經出現第二波了 就是各工會紛紛要求調薪 因為他感到生活壓力 那就到處都在抗議這樣 我們台灣這個都還沒開始 因為你現在感受到的可能是 你吃的東西先漲 蔬菜先漲 豬因為要吃大豆 它大豆是進口的 一定會漲價 現在其實去買個菜就覺得 吃的一定先漲 吃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你的運輸 電信 然後房地產 方方面面都要漲 那漲得最慢的叫工資 所以你一定會覺得你的苦日子 漸漸到來 還會過很久 明年我覺得一定比 今年要嚴重非常多 就是這樣 因為事實上你現在看到 兩個東西同時來 一個就是失業率 另外一個就是通膨 失業率加上通膨 經濟學上叫做痛苦指數 這兩個很不幸都在往上走 就失業率也增加 然後通貨膨脹率也增加 事實上 事實上還有另外一個痛苦指數 就是你的食之所得在變少 因為東西變貴了 然後你所領的薪資的成長 遠低於其他東西的成長 所以明年我認為 就是一個比較痛苦的年 所以我們快要有感覺了 我們只是延後 後知後覺了你知道吧 可是西方國家 都已經非常非常明顯了 就是歐洲跟美國都非常嚴重 他們還有缺工的問題 因為他們還有移動的 移民的問題 現在就不要中南美洲的移民 對不對 對 有一些苦差事就沒有人要做 比如說果樹成熟的 要有人要摘 然後雞骨頭要有人要挑 所以你現在那個 你到肯德基 你已經吃不到五股雞翅了這樣 所以感覺我們明年的日子 會更難過了 因為越來越缺料 越來越缺工 所以越來越多東西要漲價 我們台灣很小 那個運輸並不是像美國這樣 有延後延遲的問題 都會反映在成本上 所以我們只是晚一點受到衝擊 可是一定會來 對 其實現在人民已經 陸陸續續感覺到說 現在花錢買吃的東西 日用品這些東西 已經開始很明顯的感受到 怎麼又貴了 怎麼這邊也貴 那邊也貴 全部加起來就貴了滿多東西 我跟你講你油電 油電只要一反應你就受不了了 對啊 因為 我們現在是硬壓 油電如果反應上來的話 大家感受更加明顯 但是最怕的是說不知不覺的人 比方說像是我們的官員們 官員們現在顯然還在狀況外 何不食肉迷 還在這個蚵仔麵刷20塊錢 可是不知道人民現在 面對到的物價有多高 其實我覺得大家 何必抱怨物價上漲 對不對 汽油漲有什麼關係 我只要抗中保台就好了 對啊 抗中保台就好了 你們這些人到底在乎什麼 蚵仔麵刷是不是20元這麼重要嗎 我抗中保台就好了 奶粉漲 牛奶漲 對不對 房租漲 對不對 無衣不漲 薪水就是不漲 有什麼好抱怨 抗中保台就好了 我們現在台灣只剩下抗中保台 你知道 台灣是已經是 這個有錢的到只剩下抗中保台 是窮的只剩下抗中保台 你看窮的只剩下抗中保台 我要回頭講 真的越來越嚴重 其實剛剛亮哥已經講了很多面向 痛苦指數 失業率加上通貨膨脹率 整個是炸開 我們失業率節節高升 我們的物價也節節高升 所以人民是痛苦不堪的 然後你還沒去看一個關鍵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的貧富差距也在迅速惡化 我達到的數據已經是兩年前的數據 我們的20等分位 就是最少的5%跟最高的5% 從蔡英文上任的100倍 短短5年的時間 擴增到130倍 所以貧者欲貧 負者欲負 那是疫情前 抱歉 疫情前 我跟妳講疫情後 如果再去統計那數字一定更慘 因為其他國家出來的數字 都已經是貧富差距快速拉大了 對 那我跟大家講 你就看到那些弱勢者 我真的看到太多弱勢者 我今天說實在話 今天去凱道去繞行總統府 民進黨就開始可以說 我自比於苦行生 然後就開始笑我說 北一女的女生每天都要繞行總統府 那他們也沒自稱苦行生 這句話罵得很有道理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我從來沒有自比苦行生 所以就在胡說 但是我就在凱道那邊 真的 我就在228紀念公園 那個紀念碑底下 就看到一個頂帳篷就放在那裡 然後我就問維安人員 我說這是怎麼回事 他說就是最近開始有一對母女 已經沒有工作 連家都沒得回了 然後就開始到處就是 他就是到處流浪 他說像這種情形 是越來越多 很多人已經是窮到 平無利追之地 我有一個助理告訴我說 他在台北 他租了一個 真的是很普通的房子 就要8000塊 可是他實在住不下去 他想要去換一個房子 他突然發現沒有1萬塊 他根本就不會有任何 他說那房租漲到的程度是 他說沒有辦法想像 我們的房租已經連續15個月 不停的上漲 而且是都是歷史新高 房租歷史新高 你看到我們現在民眾 尤其是越基層的民眾 越隨著那個弱勢的民眾 他是受到多層海嘯 綜合性的夾擊 對不對 失業率攀高 疫情造成很多的人的行業受影響 然後物價節節的上升 然後租金節節的上升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可是這綜合的海嘯 我告訴大家 一句話就煙消雲散了 化為烏有 大家就覺得吃了飽飯 然後穿了暖衣 有房子住了 就是抗中保台 我們現在政府只關心抗中保台 真的只關心抗中保台 大家死活他是根本不在乎的 就像前面剛剛講城中城大火 我講個歷史的歷史給大家聽 油價長成這樣對不對 你很生氣對不對 你很生氣對不對 以前馬總統調漲油價 你看到他什麼下場 他所漲油價 然後開放牛進來 他整個民調就直接崩盤了 可是現在請問你 他油價一直漲 有事嗎 有事嗎 沒事 他放了七倍的豬肉 比牛肉吃多七倍的萊豬進來 有事嗎 沒有 沒事 所以我們有什麼好抱怨 因為我們只要吃了 抗中保台的馬飛之後 你就發現金剛不壞 你肚子也不餓 天氣也不冷 沒房子住就覺得 好像是自由自在大解脫 如果抗中保台變成是 民進黨唯一的主政的牌的時候 你不可能去要求他們 好好的問政 連個蚵仔米耍20元他都不知道 他為什麼要知道 他不會去吃20元的 他不會去吃鵝仔米耍小吃 他自然不會因為這個事情困擾他 所以真的 我覺得現在台灣危機是越來越嚴重 可是我們不再關心的話 那這個政府根本就 他也就不關心 對 其實最大的危機是政府 我只會抗中保台都不關心 大家